圣经中常常提到爱 因为爱是上帝的一个榜样跟模式 他的创造 他跟我们的关系都是出于爱 而唯有爱 才能够帮助我们跟神 还有跟人都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呢 在罗马书十三章八节说到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 这段经文就简单的告诉我们两点 第一个 你不要亏欠人 就是呢 你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 使别人受亏损 第二呢 他就讲到你要把别人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 前一句他说到我们不要占别人便宜 欠别人的 但是后面告诉我们 在爱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常常要觉得欠别人的 我们常常要觉得我们做的不够多 给的不够多 要再多给一点 这也就像牧师常常教导我们的 在爱心的事情上面 我们要多走一里路 如果我们真实的行出这样的生命 我们就是活出一个爱人如己的生命 不但呢 你可以让别人看见在你生命当中上帝的样式 更重要的是你会成为别人的好朋友 能够受到人的尊重 好朋友 感谢观看